各位朋友,教會的各位弟兄姐妹,很高興今天,我們能夠用網路來崇拜我們的祖母。 首先,我們來看,詩篇八十四篇。 萬君主耶和華,你的基手何等可愛,我羨慕可想耶和華的恩主。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有生神呼籲,萬君主耶和華,我的主,我的神,在你寄來那裡。 麻雀為自己,早成皇子恩主為自己,早成報紙之光。 如此自在你殿中的變為有的,他們能要佔領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自己,向馬西安大道等。 這兩輩是永無,他們能經過流淚谷,教正谷變為前衍諸地,便有邱以諸福,蓋滿前衛。 他們行走,立喪加利,各連到西安朝鮮神,耶和華萬金諸神仰。 求你聽我的,祷告雅各的神仰。求你留心聽。 我們一起來祷告。 我們在天上路,神真的要滿心感謝讚美你,在這個,在那個corona virus 疫情的時候,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到聖誕崇拜。 我們每一個人都存著感恩的心,在我們的家裡,我們很多的事工仍然進行。 希望你繼續帶領我們的教會,也保守教會每一個弟兄姐妹,他們出入了平安。 尤其我們要為師傳道線上的祷告,希望祂的病情很快地康護。 我們也把教會的一些事工每兩萬交都在你的手中。 希望你能夠帶領。我們更要把美佛這個偉大的國家交在你的手中。 我們看到,因為暴動很多人的上述生命。 我們希望祂釋給總統的聰明諸位,來帶領這個國家,走向一個基督建國的國家。 這樣祈求祷告福佩。奉主耶穌基督聖明求。 Amen。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們,早安。 歡迎每一位,我們現在要唱《唯有耶穌》。 我們用我們的心,我們打開我們的嘴。 我們在這裡恭敬的,我們來敬拜主,把你所有心裡的,想要跟耶穌講的話。 好,我們就藉著這個詩歌,能夠你們唱出來。 請大家一起站起來,如果在家裡。 站起來,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我們來試試看。 請大家一起唱這首歌。 請大家一起唱這首歌。 耶稣你都 全力其放 照不可能 愿为可能 唯有耶稣 照顾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照顾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照顾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耶稣 你都 世事随便产生 耶稣 你都 离世随便产生 耶稣 你都 全力其放 唯有耶稣 照顾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照顾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照顾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不正在太天地满口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那 And I really will 你也不久違得 他命人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世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世事随便产生 唯有耶稣 世随便产生 laundry统土土土土土素先生 世 baj稅 一般一 一世三千 三千 三千 永恒在绝命 一世三千 一世三千 一世全 一世三千 三千 三千 祭祈祷 祭祷 祭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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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祷 祭祈祷 祭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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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祷 祭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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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诗歌里面的诗是非常的好 一起来 请你寻宝贵 诗难的虚弄 今生的茶坡 感觉知我 是为主耶稣 将万事丢尽 先我心满味 几座有所 人是你耶稣 人是你 神保的善致 祝你是我一切 我希望我的空里 祝我神爱你 请我心满味 当时的诗 属于主耶稣 在祂里面 能量都一起去 无意的折迹 平成了宝贤 得意着你 若是你耶稣 若是你 是你 神保的善致 祝你是我一切 我希望我的空里 祝我神爱你 让我愿意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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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像我最恨 像我那一世 当我日记忆 已不过着 我是你 耶稣 愿是你 是我 你算之后 祝你是我一切 我希望我的功率 祝我深爱你 今天我们读经需要读《泪王记上》 第十七章 从第七节到十六节 各位不管你在家或者什么 请你打开你的圣经 过了些日子 溪水就干了 因为已没有下到地上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他 说 你起身 往西顿的撒热华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 那里的一个寡物 公园 以利亚就起身 往撒热华去 到了城门 见了一个寡物 在那里剪裁 以利亚呼叫他 说 求你用器皿 起点水来 给我喝 他说 我主在永生耶和佛 你的神起事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今天 亭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 要换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 死了 死了就饭 以利亚对他说 不要激胖 可以照你手 说着 记作吧 主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来拿给我 然后 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主说 谭内的面 必不减少盆里的油 必不切断 直到耶和华 使你降到地上的路主 后人就照以利亚的话 记醒 他和他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 吃了洗透肚子 谭内的面 果然不减少 品里的油 也不断签 正如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也是网路上的朋友你们好 又是一个礼拜 我每个礼拜就不晓得怎么过的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过的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过得好快 又是一个礼拜 来到我们当中 现在大半年过去 已经六月 第一个礼拜 我们关在家里 差不多要四个月了 所以很感谢主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再一次聚在这里可以敬拜神 我们可以敬拜祖 是我们的一个福气 我相信很多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办法 能够一起敬拜 那么我想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碰到的这些问题 我需要多说你们都很清楚 求神 帮助我们 因为呢 在这种混乱的世界里面 和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说他们有利 但是呢 大家也都是在找解决的方法 但是好像始终 这是历史性来 没有人可以解决这种 这一类的问题 无论是在医学上 医学上可以解决一些 但是始终有新的病毒会来 在社会上 有这种种族歧视的事情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事情 不是说 我是希望会 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解决 只有谁可以解决 那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找到答案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就是要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 然后呢 为我们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光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黑暗的世界 但是黑暗不愿意接受这个光 马丁路德经 这个马丁路德经 他讲说 黑暗不能够把黑暗挪去 但是光明可以把黑暗挪去 所以呢 我们求手帮助我们也是 我们一起在为这个疫情的事情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早上崇拜 为我祷告 为你们自己 每一位听的人祷告 为福音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 主耶稣我们在这里 我们感谢祢 祢是我们的世上的光 祢是我们生命的良 主啊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成为明光 照耀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的力气很小 但是祢给我们这个责任 祢给我们这个力量 让我们能够成为明光 求主祢帮助我们 借着今天早上的话语 你的话语 感动我们的心 真的点燃我们的心 原谅我们 真是在我们的私生活里面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想 我们自私的心 求主祢让我们 能够在这里得到 你的老数之外 让我们自自以言 我们的嘴巴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真的成为你的 让你能够接受 成为你的心香的祭 求主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个敬畏你的心 让我们真是能够得到 每一天得到 从你那里来的灵粮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过去的一次 上一次是五月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是跟大家分享 师里受更为有福 那一次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来帮助周遭的人 哪怕是帮助我们周遭以外的人 这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做祭师 我们也可以做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希望大家还稍微有一点概念 我们上一次所谈的 今天我在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 我刚刚才念过 当我们念的时候 请大家能够把自己摆在这个寡妇 这个妇人的里面 当我们在念这个故事的时候 好我们在这里看 看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故事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讲一遍 再讲一遍用白话文 他这个故事的背景 这个背景是因为上帝在管教 惩罚以色列人 以色列被窝 那时候是阿哈 这个是国王 他呢 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 然后呢 以利亚就是神的先知 来宣告 他说会没有雨 那没有雨的时候呢 在这个 还完全没有干汗之前呢 上帝就把以利亚带到一个吸水的地方 把它藏起来 因为国王要杀他 所以呢 他就每天用乌氧来喂他 那当这个吸水过了一段时间 真的是没有 因为汗在饥荒变成 他就没有地方去 因为没有水喝 所以上帝呢 就派 叫他去某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开始 如果说你看 《猎王记》上帝十七章 从前面开始 十六章你看 你就了解 为什么这样子 好 他就到这个夫人这里 上帝已经告诉他说 我已经告诉这个 就是命令 这个夫人会给你东西吃 所以你去 所以 以利亚就去到去找这个夫人 他到他面前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这个夫人在见财 可是我们要了解 他去的地方 声音很有意思 是这个地方呢 是沙拉 叫什么 沙勒法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一个 非犹太人的地方 是拜邪恶的神 就是拜假神 做很多邪恶的事情 一个地方 所以神呢 把他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很肯定的说 这个夫人呢 不认识上帝 我们也可以等一下会看出来 那他怎么会听到 神的命令说 要喂这个人了 我不知道 但是神在第九节 告诉以利亚说 我已经告诉这个人 他会喂你 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 就发现是说 他来了时候 他的剪裁 那以利亚就向他说 夫人请求你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 水 他还是有一点 可能说那时候 水还有一些 可能没有全部用尽 他就给了以利亚 那以利亚拿的时候 还没有拿到 随机上 他就跟那个夫人说 你可不可以 也给我一点饼 好 这个一讲这句话的时候 马上就有一个反弹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马上说什么 他在拿水的时候 第十一节 他马上就说 他说 我跟人家马上 一家言家主 我指的永生上帝 他马上就很严肃 想说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饼 我只有一点面粉 给一点油 我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 这个字 三个字 你的神 所以很明显看出来 他根本不认识上帝 但是呢 他知道耶和华 所以就在这个世界上也是 很多人听过耶稣基督 很多人听过他是神 但是他们不认识他 接受他 接受他 成为他们的主 救主 这就是这个的差别在这里 好 我们再继续想说 他说我只有一点点油 一点点的面 然后继续怎么讲 然后伊利亚就跟他说 怎么 对不起 伊利亚还没有说话之前 他就跟他讲说 我拿准备好了 心理准备 我要整一点柴 我们就把这两一点点的面粉 一点点油放在一起 把它烤了 烤了之后做个饼可以吃 吃了之后怎么样 我们准备要死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种心情在这里 心情在这里 他说跟我儿子吃了就怎么样 死了就死吧 那英文就讲说 他们等于是准备要死 因为已经饥荒 没有东西吃了 可是伊利亚就说 你不要怕 这边有写 你心里不要怕 为什么呢 你可以去这样去做 你可以去做你的饼 但是不要忘记 你先给我一点饼 你看的时候 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把你自己 放在这个妇人的地位里面 这个情况里面 你就会觉得这个好笑 我都快要死了 我还给你吃吗 怎么会这样子 第十四节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王 已经告诉我们 给你一个应许 我们不会死 我们不会死 可是呢 我要你 继续的去做 照着我的话去做 照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去做 做什么 做病 拿你的面粉 拿你的油去做 因为这个油跟面粉 不会用筋 所以以利亚告诉他 这个第十五节 这个夫人呢 就照着以利亚花去做 去做的时候呢 他家里的人 怎么样 都有东西吃 可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他先给了以利亚吃 然后再给自己家里的人吃 当然我知道这个不是个条件 可是他这个动作是尊敬上帝 你先给以利亚 因为神已经应许他说 你不会死 你会 跟以利亚讲说 有人会喂 所以这个不是说 我先给以利亚 我才能够存活 不是 他已经有神的应许 他一定会活 而是他尊敬上帝的徒人 先给以利亚吃 然后自己和小孩子吃 还有 最后一节 他说谭力的面粉不减少 凭你的油也缺短 正如以利亚所说的话 就完毕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很了解的故事 但是我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次 我可能有看十次以上 可能 我不记得我看了多少次 我一次一次看 每一次看我都漏掉一点东西 我每一次看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点新的东西 我上一次没有看到 可是这个故事呢 不是很深刻 对不对 是很简单的 但是我相信 我今天要跟大家想的 原则上 理论上 道理上 你们都懂 你们都懂 你们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 差别就是说 差别就是说 我用不同的故事 在这里 因为我在过去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故事 跟你们分享 但是这个故事呢 其实最后的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希望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得到这个道理 那就什么道理 那就是说 我们需要圣灵的量 那就是神的话 灵量 我们才能够成长 使用我们 神给我们的 所预备的东西 神的话 还有等等很多东西 我等一下会提到 来帮助我们 灵里面可以成长 但是我最重要的是 希望 要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希望 我们能够有实际的行动 来回应 今天的这个信息 问题就是在这里说 你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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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求上帝 让我们实际上的来 实行去做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只有 我只有两个 两个标题在这里 两点在这里 所以我不会很长很长 希望 希望不会很长 所以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能够帮助我们什么 首先我想问大家 你饿吗 这个饿 我想 当然我不是在讲说 你现在肚子饿了 你现在肚子饿了 你就去冰箱里 拿点东西吃就可以了 还是煮一点东西 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个问号 让我们能够思考一下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量在我们的心里面 还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冰箱里面 多到一种程度 我们自己可以保足 也可以让人家保足 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的里面 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有没有饥饿 有没有饿 饥饿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第一件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饥饿 东西没有吃 我不晓得 这个夫人 她等于是绝望 无助 没有希望 她在吃她最后的一个晚餐 还是中餐 最后一餐 准备要死 那我就想到 主耶稣基督 她最后的晚餐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 夫人的情况里面 你的感受是如何 如果说我们在想 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她的感受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感受一定是觉得 很紧张 会很绝望 会很无助 会很难过 那我记得 我们三月份的时候 这是贝尼照 她去sprout 这sprout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 哇 她们措手不及 怎么样 没有东西吃 这会有点水果 你仔细看的时候 她其实每一个胎子上都是满的 那这个后面的shout 应该都是 那是酒 那东西越来越少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图片 当然我找不到 是人家给我看了 整个空的 在那个supermarket里面是空的 我就想提醒大家 虽然我今天的道 不是在讲这一方面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世界现在还有很多人 是没有东西吃 包括美国 包括德州 包括 Houston 不单单是说没有东西吃 可能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经济上的需要 精神上的需要 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条路 是很不容易的路 是一种好像是没有希望的能量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 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 都有这样子的人 如果说我们仔细去 这个 查考的时候 我们就是查看的时候 还查问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 有它的需要 在经济上 和身体上 等等 所以我们需要 真的 注意到我们的四周围 你饿吗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饿过 我爸爸以前 他常会跟我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现在是91岁 打 那时候 日本人 他等于是日本人 因为他是生在台湾 他说打到最后的时候 他没有打 他是中学生 他要准备去打 还好没有去打 打的话一定没有 可是他有看到B-52 从他头上飞过去 丢一个炸弹 没有炸 所以他没死 我晓得大家都知道B-52 这个炸弹的飞机 他就告诉我说 那个时候已经穷到 他还算是日本人 因为他是台湾人 但是人家等于 当他是日本人 他等于是完全讲日本话 他就给他很少的饭 然后一个黄瓜 一块黄瓜 就这样子 没有了 整天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了解 什么叫做饥饿 在周灵王故事 我也有讲过这个故事 他在打仗的时候 同样 他饿到时候 看到墓旁边的一些 朽而灵 是发霉的这个香菇 几个 就拿起来 弄弄干净 洗一洗 已经是发霉 都已经被你在踩过了 洗干净之后 放在水里面 煮一煮 想吃一吃 就完毕 但是他要吃的时候 有五个人 一家人来到他面前 就看着他吃 他就请他们坐下来一起吃 所以这些人经过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 我个人没有 可是我很少 非常少 就是有的时候 我想进食一下 为一些事情到复 那时候 这是尝到一点点的饥饿 都控制嘴巴不吃 但是很可惜 每一次控制嘴巴不吃的时候 脑袋怎么样 常常想吃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禁食等于是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作用 因为脑子常想 我要吃什么 我要吃什么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真的是没有办法聊 但是这个 这个妇人呢 就感受到 什么叫做饥饿 她没有东西吃 我们有很多东西吃 我们有很多垃圾食物吃 我们有很多零食 我们都在吃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 那伊利亚在这里 就告诉这个 这个女士说 你给我一点水 然后给我一点 这个病 她只是说 我只有一点点的面粉 她没有比报 她有一点点油 她没有办法跟伊利亚分享她没有的东西 我再讲 她没有办法去分享给伊利亚她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 我们即可吗 我们饿吗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的灵命上的这一方面 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上帝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神的属性能够表示出来 我们因为没有被上帝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让我们保足 得到灵粮 这是我们的头一点 关于说 我们有我们恶爱 有没有没有量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可能是 神呢 在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有没有爱心 我们有没有耐心 我们有没有平安 我们有没有喜乐 那就是什么 圣灵的果子 讲完是很简单 但是我现在在讲说 对我们自己家人 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 对我们的小孩有没有敬重 到底有没有爱心 还有有没有敬重我们的丈夫 还是这个妻子 这方面 我们又没有在想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属灵的 这些动作 当我们没有上帝的灵 在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我们来做 提醒我们来做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当我们没有属灵的灵 量在我心里面上 我们没有力量怎么样 跟人家分享主耶稣基督 如果说有一个人现在问你 现在有人问你 解释给我听 你信到你信什么 还是说在圣经里面 你给我看 哪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相信 还是说我现在 某一个人说 我想相信耶稣 你带领我信主 这是很实际的 你也没有办法 很快地告诉他们 怎么样的信主 我不是说好像 把你们 让你们难过 但是实际上 我们身里面 灵里面 我们没有被操练 我们没有上帝的灵 没有上帝的量的时候呢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没有 我们是空的 好我把这个人的图片放出来 这个人名字叫做 这个人名字叫做 Robbie Saggorea 我就很快地讲一下 他最近是5月19号 他是个非常国际性的 这个 应该是算 可以算牧师 最主要是说 他的做的 事公事 来怎么样 解释 耶稣基督 然后来 来维护 基督信仰 这个 人家有很多 有知识的人 向他挑战 问一些问题 他有办法能够 因为他很有知识 他能够回答 他可以用上帝的话 来一个一个回答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了解 很多人不了解他的故事 他有讲 他就他从小 17岁的时候就想自上 我讲坏人 他想死 可是呢 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呢 他从来不想念圣经 因为他有信 他的母亲 他母亲常常想给他念圣经 他不要 但是呢 有一个人在医院里的时候 他想死 死不成 给他圣经 他就开始念 他念了之后呢 缓然大悟 他就决心 问上帝说 如果是你存在 你就帮助 哦 这样子一来 上帝就使用这个人 上帝就使用他 他到处去了解 上帝的话 了解别人 用上帝的话 他寻求上帝 他非常极可牧翼 找到神的话的意思 来替别人 解释给别人听 来帮助这个 不同的人 他们需要的 你们可以在网路上看 在YouTube上 Type Ravi R-A-V-I Zachari 就是撒加利 Zachari 你一打进去 就会跑出来 好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 这一回 我刚才讲完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 我们没有上帝的量 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力量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有时候感觉我们基督徒 是一种 什么叫 Malnutrition 这个 营养不足 还是营养不良 真的是营养不良 为什么会说 更可怕的就是 我们营养不良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营养不良 因为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饿 为什么我们不饿 可能食物不好吃 还是说不容易吃 还是说不容易消化 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我们吃了很多别的垃圾 很多零食 而没有办法吃正餐 我们吃了很多垃圾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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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肚子里面 所以我们不饿 为什么 我们这个 我们请你去吃sushi的时候 你不饿 为什么你已经吃了很多别的 这种薯 薯条啊 这些汉堡 你先去吃垃圾 吃饱 所以你会想吃正餐 我不想吃什么 为什么你不饿 有可能是因为神的话 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消化 你不想去吃他 可是我觉得大 绝大部分的人 我可能是错了 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垃圾 而是我们就没有对上帝的话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都可以 我们真正要醒畅在最后面 好 那么 有一个牧师叫Tommy Allen 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的例子是说 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话 不能讲每个 很多基督徒都是上课是 像旁听的学生 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念书嘛 有了课呢 我就去旁听 叫做Audit Class Audit Class Audit Class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坐在里面听 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我没有责任 我不需要努力 我不需要考试 我不需要做功课 我不需要读书 我只要去课堂 坐下来听就可以 这叫做Audit Class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他说我们基督徒很可惜 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就在Audit Christianity 意思是说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也只是在旁听 我们什么都不管 我们什么也不要 我们只要听 听好了 很轻松 没有压力 可是我们自己 叫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说在这个时候 一分钟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跟上帝讲 我们可不可以把上帝 放在我们的前面 而不是放在最后 是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 说 天父 我今天 我现在要睡觉了 我给你做个祷告 我其他时间 我没办法找你 更糟糕的 有的时候 我们会讲说 Don't call me 好考虑 意思是说 天父你不要来找我 我有事我来找你 那这个是更 这个是更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 花一分钟的时间 求神检查你的心 大家如果在家里 你就闭上你的眼睛 就会天父讲说 我是有一些地方缺切 求神你原谅我 求神你原谅 原谅悔改 我要悔改 因为呢 我们悔改 需要有行动 悔改只是讲 没有用 好我们这一分钟的时间安静 我不想有没有一分钟 但是我想把这个经节告诉你 马太福音五章六节 这个牧师也最近有寄出来给我们 希望大家有看到 几可慕义 我们一起来念 几可慕义的人 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意思很简单 我们可慕上帝的话 的人 就会得到保足 上帝只要我们来到他们面前 像他去 好第二点 你有比吗 如何有比 对不起 第一件事我们刚刚看到 是说 我和我们有缺乏 可能你不觉得 那就 那就跟上帝去讲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饥渴的话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向他求 不要再做一个旁听的基督徒 也不要让我们再吃世界上的垃圾 请问 我想在教会很多人很多人会吃 我进到第二点之前 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 如果现在人家请你去吃龙虾 还是螃蟹 那很麻烦吃的 很不方便吃 但是你会不会吃 我一定去吃 因为好吃 尤其是如果说 就请你这个很高级餐馆吃 你一定去吃 不管手多张 都说你要玩 你都会去吃 可是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螃蟹 这种东西 吃多的是 对身体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吃 我要讲这个 就是说 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可以做 但是我们就是把上帝的 这个 优先次序放到后面 当然我刚刚讲 有不同的理由 可是我真的觉得是说 我们不应该吃的东西 我们常常像 豆腐吃 我们常常去吃 甜点 我们常常去吃 冰淇淋 我们也去吃 但是我们该吃的东西 可能是不是很好吃 可是对我们身体好的 我们要去吃 比方说苦瓜 我们不喜欢吃苦瓜 煮的好吃的人 还可以 可是我们要去吃这样 会帮助我们 我想这是一样的 上帝的话实际上 一开始可能 不是很容易消化 不容易的了解 不是那么好吃 但是当你真正感受他 他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很甜 这是我讲的 最后想提醒 鼓励大家 饥渴沐浴的人 上帝会让你保住 我们进到第二点 在第二点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如何有点 我希望你看到两个图吧 很可惜我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图片 因为我找不到 那就是你想一想 这个妇人跟这个儿子 一个图片是一个妇人 两个人拿一点小饼 悠悠丑丑的吃这个饼 另外一个图片 请放在这个脑子里 另外一个图片是 也是两个人 一个妇人 一个儿子 但是呢 再加上一个人 第三个人 那个人呢 就是伊利亚 代表上帝 坐在那里 开开心心的 不是只有一点点的饼 很多个饼 慢慢的吃 喜乐的吃 很有那种 饱足开心的吃 这两个图片 我希望你放在你的脑 一个是很悠悠丑丑 一点点凉 另外一个是很开心 很喜乐很饱足 跟着上帝在一起 跟你的儿子 欢欢喜喜的 很开心的 没有压力的 没有觉得有绝望 喜乐的心 在那里吃 这两个图片 来我们来看 这两个图片的时候 我们来谈下面这个问题 当这个妇人相信神的话 因为伊利亚跟她讲说 神已经应许你 你不会少面粉跟油 她呢 她呢 就相信了之后 她每一天 圣经里又这样抽到那个基因 就把这个饼做出来 用油跟粉做出来 给伊利亚吃 然后再给自己吃 她吃了再吃 吃了再吃 她得到什么 我在你家里可以自己讲到 她得到饱足 不是说身体上的饱足 她不饿 她灵命上一定得到饱足 为什么 她知道上帝与伊利亚同在 她跟伊利亚在一起 她相信上帝的话 告诉伊利亚 所以她能够在灵命上 也能够饱足 我就在想 这个时候我自己就在念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们呢 有可能是有很多的面粉 我们也有可能 只有一点点的面粉 有很多有可能有一点点的粉 有可能我们没有面粉 也没有油 这个面粉呢 我在想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一个 圣经里就是讲 就是普通的面粉跟油 我就在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想说 这个面粉油 就好像我们属灵的什么 支援 resources 我们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旁边 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家里都会有什么 圣经 对不对 神给我们的话 就已经放在那里 不像以前的人没有 还要给我们什么 来我们想一想 我们还有什么 像我妈妈她没办法念 她就听 这个社会上的 就把听圣经 还给我们什么 神赐给我们什么 神赐给我们人 我们写的诗歌 对不对 然后神又帮助 叫多少人来帮助我们 教会有多少的灵修书籍 忠信使者 太多的书 清的东西 我们还有这些什么 还有圣经的学者 写的一些书 来帮助我们了解 圣经里面的话 网路上也有 我们的主义学老师 也常常在教导我们 这些东西 就好像对我来讲 就是来帮助我们 吃这个饼 吃这个饼 有这个饼可以吃 我们因为很需要 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借着读经 祷告 整个过程 坐在神的面前 牵背我们的心 来怎么样 跟祂 认识祂 很简单 如果说我们 我们不愿意 这样子做 还是没有这样做 我们就没有 属灵的梁 我们没有 我们的灵命 不会成长 我们也没有力量 我们 没有力量 把上帝的梁 给别人 有一个牧师 在台湾 我最近在听 他就提醒 听的人说 当你在看上帝的话 上帝的梁 你应该 用尽你所有的 这种 心 你念上帝的话 要念到你的心里面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 要念到你的心里 然后反复思想 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图片 给大家看 这是英文的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他这个是一个人 叫做 Jim Elliott 写的 我想牧师也发出来过 他上面的意思是 就是说 我不是一个傻瓜 父母就是说 我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给别人 我不能够 一些东西 我不能够 保留的 而去换取 得到 我不能够 失去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是说 我呢 愿意把我自己 摆上 因为我的生命 有一天我都会 失去我的生命 所以我情愿 把我的生命交出来 交出来的时候呢 交给神的时候呢 掌管我的时候呢 我就会得到 这个永生的盼望 这个永生的盼望 是永远不会 遗失的 我会拥有 拥有 拥有的 我现在讲的是 就是说 我愿意 牺牲我 世界上 佛有的东西 而来换取 得到 这个永生的盼望 是 永远不会失去 是永恒的 因为世界上的东西 是暂时的 下面这句话呢 是 忠明光学 所以呢 意思上 意思不会很 很深刻 后来我就自己在那边想 今天早上我就想说 我们是一个 不聪明的人 我是用服务 我们是一个傻瓜 如果说我们 试着 去 保存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知道 我们会 怎么样 有一天 都没有 我在讲 如果说我们 想抓这个世界 要 要留这些东西 在我们身边 可是我们知道 这些东西是留不住的 有一天一定会失去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会失去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 我们所需要 有的东西 那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宝贵的救援 上帝给我们的量 这是我自己的 我看了他那句话的时候 我自己就想到 希望 我们 不要一直想 世界上的事情 而失去掉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和灵良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以 几乎保证 没有办法说 完全保证 你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 魔鬼 撒旦 一定会想尽办法 要你 离开上帝 做上帝的 要你做的事情 来到神的面前 想得到灵良的时候 需要什么 牺牲 牺牲什么 牺牲你最亲爱的东西 可能是高尔普酒 可能是看 可能是去吃什么东西 非常亲爱的东西 可能是你的小孩 可能是你的一些习惯 很有可能是你的一些权利 也有可能是你的骄傲自我 你需要牺牲这些东西 很有可能是你的金钱 你的房子车子 你所想要 还是你的电脑上看的一些东西 你可能要牺牲它 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牺牲出来 愿不愿意把这个时间 我现在讲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秘诀 就是说你自己愿不愿意把这个时间摆出来 当我们牺牲的时候 魔鬼一定会想尽办法 给你一大堆东西做 让你不专心 让你不要有这个时间 如果说你有碰到这种经验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我们不能讲说是好事 那这个是一个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的方向是对的 因为你这样子走的时候 魔鬼很不喜欢 所以我就想鼓励大家 把你最好的时间 每天最好的精神 每天交给上帝 神一定会祝福你们 最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种心得 然后最后有一些运用上面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不讲来的就离 那么 那就是说我常常会跟你讲 说我差不多只有十四年 我就七十岁 十四年 那时间不多 要做的力气的日子不多 上帝是我们的量 我们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上帝那里 如果说我们不认识耶稣 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跟这个 Benny就在讲说 我的时间呢 圣灵每个人都没有限 我们需要很快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 找出神要我们的计划 找出祂要我们做的事 因为我相信 有一个学者说 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和Benny都说 我们每个人都普通 但是呢 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成为一个 extraordinary 我们可以做一些 不平凡的事情 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所以我在讲 今天我们如果饥渴 沐浴 你饥渴的时候 你要寻求上帝 沐浴上帝 神就祝福 神就会与你同在 虽然有的时候 你会碰到一些问题 虽然我 我一定会来拦住你 但是你不要忘了他被拦住 你依靠上帝 你一定要有时间 跟上帝走在一起 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样的 来跟他亲密 我们要真的像这个妇人一样 相信他 相信他的时候 你就有良吃 你就有良吃 好应用 最后 我就在想 我讲的这些道理 我相信你们 希望你们都 听得懂我的意思 然后我用了一些例子 可是最后呢 我们要有一点心动 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人 在家里面说 我会 我要 试的每一天 跟上帝 聚在一起 我每一天 我需要 我也要试的去 尝试 跟上帝 走在一起 当你有这样子的时候 我刚刚已经讲了 请你做第二件事情 往实际上是 跟你旁边的人家讲的时候 当你去 跟上帝 有什么 这个Priate Time 就是有安静的时间 走在一起 首先 请你把所有的 Electronic Gadget 那就是所有的 电子的东西 关掉 你的手机 电视 任何东西 全部关掉 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我现在就学习 就拿一个笔跟词就可以了 和圣经 就好 什么都不要 因为你看你的手机的时候 你一定会听到一个叮 你叮的时候 你就会想去看 谁来找我 那就完了 那你这个灵修就很危险 好 这是第二件事我讲 如果说你去试的时候 魔鬼一定会拦住你 所以你请你把你的手机温柔 好 第三件事情我请你帮忙 大家一直帮忙 如果你已经有很好的时间 跟上帝走在一起 请你帮助另外一个人 你去找一个人 你帮助他 让他也可以跟你一样 每天有时间 跟神走在一起 如果你就是一个人 是说你没有这种习惯 也没有这个时间 我也请你去找一个人 有这样子的习惯的人 让他来帮助你 让他来帮助你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里面没有量 我们教会 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够成长 我们不能够成长 我们教会就不能够成长 我们教会没有办法成长的时候 旁边的人 不会感受到 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里面 可能有短暂的时间 不会长期性 因为我们没有量 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有量的时候呢 外面的人一定闻得到 就好像一个餐馆 你走进去的味道是香的时候 你就会坐下来开始吃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借着这个夫人的故事 我们需要保住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饥饿 我们需要神的量 第二 而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神的话 和神为我们预备的所有一切 包括我们弟兄姐妹 来帮助我们走这个 这条路 让我们能够靠近主耶稣基督 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讲说 你有病的时候 你想说我有 那是个多美的一个图片 我们一起找到 主耶稣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去在这里 来念 看你的话语 看你的故事 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人 也是 无效到我今天所讲的 讲不讲得清楚 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讲清楚 希望听的人能够听得懂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 保守我所说的每一句 在这里 特别是你的话语 求主你感动我们的人 如果在这里有些人还没有信主 主要我们真正求主你 跟这些朋友们说话 因为你是永生神 永生的神 你的量 我们有了你的量 我们什么都不缺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求主你就感动朋友们 因为你是世上的光 你是我们的活水 我们有了你的活水 求主有你的量 我们就不缺 因为在你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有一天会跟你在一起 求主你就感动人的信 感动我们的基督徒 让我们真的是 再一次的 有来到你面前 站起来 自己跟自己 来到你面前 向你承诺 要真的是跟随你 但每天要跟随你 求主你祝福我们 以下的时间 和我们今天早上敬拜 痛快耶稣基督命求 美巴 靖子 聖子 靖子 靖子 我们来一起领受从天父来的祝福 但愿三一的真神 自有拥有的神 圣父的怜悯 圣子的救恩 圣灵的医治安慰和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拥有远远 阿们 请坐